台風高年進一步接近本港 目前是集結於本港南部200公里 預料以時速22公里向西北偏西移動 直吹華南海岸 天文台說 如果高年繼續以目前的途徑移動 本港改革更高風球的機會是不大 天文台預測 高年會要挨抹最接近本港 進入本港150公里範圍 而同高年相連系的雨帶 會帶來本港大雨 而至於本港目前致命的情況 就交給海皮的黃淑明和大家說說 黃淑明 你在那裡的情況如何 是 我現在就在大會堂對開的皇后碼頭這裡 可以看到海面的風浪是非常之大 那些船根本不可能安全地在這裡行駛 所以本港所有的海上交通服務 已經是全部暫停的 而在陸上方面 乾樂道中一個棚架 就被強風吹到搖搖欲墜 警員怕有意外發生 所以是將部分道路封了 引致大塞車 這一輛貨車的頂就被大風吹倒了 其他地方也有意外發生 比較嚴重的在窩打路道 青年會建築地盤 強風將地盤部分圍板和鋼架吹倒 將路邊三輛私家車和貨車壓爛了 不過沒有人受傷 而在尖沙咀 柯士甸路 一個大棚架幾乎被吹倒 警員已經在現場戒備 平時在這裡有很多菲律賓女傭聚集 但今天數目就明顯減少了 而且他們只能躲在一些有瓦遮頭的地方 聊聊聊天 吃吃吃東西 我在這裡的報道告一段落 交給新聞報的許芳輝 謝謝黃淑明 颱風令到本港海陸空交通受到影響 中華巴士公司宣布 現時只有10條路線繼續行駛 包括2號、4號、7號、8號、10號 23號、42號、48號、72號、82號 但是也在4點半之後陸續停駛 而九巴方面除了機場隧道巴士之外 其餘所有路線亦停駛 山頂纜車方面亦已經停駛 而九港鐵路和輕鐵以及地鐵維持服務 羅湖和九龍之間每12分鐘開出一班車 而輕鐵會每15分鐘開出一班車 地鐵就每7分鐘一班車 而電池方面只是維持有限度的服務 屈地街以西就全部停止 而大嶼山巴士亦全部停駛 航空交通方面 有29班原定飛離香港的航機 要轉飛其他地區 至於離開香港的航班機 就有7班取消 另外兩班是延遲開出的 有關颱風高連的最新情況 請留意隨時留意我們的新聞報導